国平主力们目前正在北京备战 接下来就是澳门单打世界杯赛事 相信我们球迷已经非常期待了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球迷们相对来说比较无聊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仁川冠军赛期间发生的一个有趣镜头 国平队员在仁川打完比赛后 比较喜欢去那里的一个烤肉店 孙颖莎在战胜早田希那后 就与合作家王天逸一起去了那家烤肉店 莎莎的出现吸引了很多球迷 即使在韩国 也有很多国人在那边 看着莎莎走进烤肉店 大批球迷就在外面等着 他们也没有进入打扰莎莎用餐 接着就是马龙和樊振东也来了 他们首先是去了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后 马龙樊振东被球迷数量所震惊 龙队还拿出手机拍摄这么球迷 显然龙队都被这样的场景惊呆了 毕竟是在国外 大部分都是孙颖莎的球迷 等莎莎吃完离开后 这些球迷就跟着莎莎走 边走边拍 这人气真的没谁了 也难怪马龙会惊讶 一路被球迷跟随的莎莎 显得很淡定 而好友合作家就不一样了 他被这架势整得有点激动了 开心地拿出手机 记录这个时刻 这是属于莎莎的名场面 我会让你打开